小西湾发现火药同弹学案 警方先后抓了四个男人 他们涉嫌重有攻击性武器 其中被捕的三人 年龄介乎21至23岁 凌晨游警员从小西湾农若径山上一间石屋押走 有人在附近叫嚣 多名警员戒备 出动防暴警员协助控制场面 警方爆炸品处理货人员 在现场检走一批证物 警方说冲锋队行山队人员 经农若径折查三名可疑男人 在附近一间荒废石屋发现有火药、子弹 另外有怀疑可以制造汽油弹的化学品 包括烧酸甲、烧酸胺、农酸等 而子弹方面有800粒蛋壳和200粒蛋头 怀疑有人自制子弹 相信可以用于手枪和步枪 现场里面是有弹壳 一些空了的弹壳 有些弹壳里面是火武已经被打过的 而有一些是没有打过的 纯粹是一个空弹壳 我们也都在里面找到一些弹头 弹头是圆滑的 不像是一些已经被发射了的弹头 也都找到一些火药的成分 我们有理由相信将这几样的东西 用一个很简单的机器 把它夹成一个可以发射的子弹 至于手枉的物品 和过往的手枉爆炸品案成分是否相同 是否同一出处 警方说仍然要调查 另外警方将一名被捕男人 压返他在小西湾富仪花园的住所搜查 大批防暴警员也在场协助 警员在屋内检走一批证物 包括一支曲尺手枪 之后又搜查附近的附警花园 带走一个男人 现场消息说 他是其中一名被捕人的家人 案件现在又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 无线电视机仔随指引不得 二十二十七 一八 二十四